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在路虎婚礼上的感人发言 情感的真谛与人际关系的深度探索 近日 路虎的婚礼不仅因其主角的温馨结合而备受瞩目 更因嘉宾白鹿的一段深情发言 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热议的焦点 白鹿的发言如一股清流 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嘉宾的心弦 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情感与人际关系的深刻思考 在婚礼现场 白鹿以他温婉而坚定的声音 向新人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他提到 爱情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浪漫与物质的追求 更在于双方的礼节与包容 这种深刻的见解 不仅展现了白鹿对于爱情本质的独到理解 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 对情感深度的渴望与追求 白鹿还以自身与朋友的相处经历为力 强调了友情中互相支持的重要性 他的话语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情感细节 提醒我们要用心去维系每一段关系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这段发言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赞同与感动 一位网友评论道 听了白鹿的话 才明白真正的情感是要用心去维系的 这种共鸣不仅源于白鹿言辞的真诚与深度 更在于它触及了现代人内心对于情感回归的渴望 心理专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 指出白鹿的发言反映了现代人对情感关系的重新定义与探索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 人们往往忽略了情感的深度与质量 追求短暂的刺激与满足 而白鹿的发言则提醒我们 真正的情感是需要时间 礼节与包容来维系的 鹿虎与白鹿的友情与合作关系 也在这段发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他们相识与合作 共同经历了许多风云与挑战 最终见证了彼此的幸福时刻 这种深厚的情谊不仅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增添了色彩 也为观众树立了正面的榜样 总的来说 白鹿在鹿虎婚礼上的发言不仅是对新人的美好祝愿 更是对现代人情感关系的一次深刻探讨 他的话语如同春风话语 滋润了我们干涸的心田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回归情感本质的方向 鹿虎婚礼上的白鹿 脸颊比心 翘脚比叶 填到心坎里拉 今天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鹿虎和陈赵旭 人生大事婚礼 然而 抢尽风头的竟然是我们的白孟严 庄发一出场 直接把全场气氛推到巅峰 听说他的妆发誓由呵呵亲自操刀 果然名不虚传 一亮相就是惊艳四座 不过 最吸引人眼球的 还的是鹿鹿那么低调而惊艳的蓝色挑染 简直美到不可思议 这部 婚礼还没正式开始 粉丝已经在狂喊 现场图呢 速发 谁不想看看这场颜值与幸福其非的盛艳呢 你说鹿鹿的蓝色挑染 是不是太新了 说到婚礼 那可是幸福的代名词 然而白孟严的出现 似乎让幸福有了更加可爱的助解 她一走进会场 先是脸颊比心 紧接着翘脚比叶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甜美度简直爆表 这波操作 瞬间填到了现场所有人 连新娘陈赵旭都忍不住笑了 看来这场婚礼的甜氛围已经被白孟严牢牢掌控住了 再说说鹿鹿 不仅挑染了蓝色 还换了一套仙女风十足的礼服 话说 这种蓝色挑染也太适合她了吧 既神秘又俏皮 就像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的那抹蓝 简直闪闪发光 有粉丝在现场悄悄说 鹿鹿这回真的是美的犯规 走路带风不说 发色太撩了 我心都被蓝光闪到了 不过 婚礼上最搞笑的还得说是小哭包了 这个外号估计大家不陌生 就是我们团队里的那位感性选手 感动起来真的不分场合 这不 婚礼还没过半 眼泪就已经开始闪烁了 没错 小珍珠又掉了 看到新人交换饰言时 她先是悄悄擦了擦眼角 下一秒泪水就忍不住往下流 大家都调侃 哭包就是哭包 婚礼这种大喜日子也能给感动哭 现场的气氛既浪漫又欢乐 朋友们互相打趣 调侃着这场婚礼见证了什么叫爱情甜度超标 再加上白梦炎和露露的颜值担当 简直让这场婚礼秒变时尚秀场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疯了 各种花 求现场更多图 看看这群人到底美到什么程度 你说 这样的婚礼谁不想赶紧偷瞄一眼呢 婚礼进行到高潮部分时 全场气氛达到了巅峰 最让人感动的当然是新人的誓言了 陆虎深情款款地说 从今天起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 守护我们的每个平凡瞬间 而陈赵旭则含着泪回应 你是我最美好的选择 我们一起走到白头吧 哎呦喂 这一幕 现场的小哭包直接破防 再次泪洒当场 而台下的白梦炎和露露也忍不住 偷偷抹了抹眼角 真的是太催泪了 大家纷纷感叹 这样的爱情 谁不羡慕呢 就在这时 知名造型师呵呵还特意发了条微博 亲手为梦炎做的这次装发 和今天这对新人一样 都是天作之和 粉丝们瞬间炸了 纷纷留言称赞梦炎的完美造型和婚礼的梦幻场景 这次婚礼 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从发型到誓言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让人感动 白路线深露虎婚礼 八年老友见证幸福时刻 感性落泪引关注 一场浪漫的婚礼在丽江举行 新郎是知名歌手露虎 新娘则是她的挚爱陈赵旭 而在这场婚礼上 除了新人之外 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她就是演员白路 作为陆虎的好友 白路以伴娘的身份出席了婚礼 并在看到陆虎和陈赵旭甜蜜的瞬间时 激动的双眼含泪 这一幕被现场的摄影师捕捉下来 随后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 网友们看到后 纷纷留言评论 表达了对白路和陆虎有情的羡慕和祝福 有网友感慨道 白路和陆虎至今已经认识八年了 真诚的白路看到别人幸福流泪了 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白路的感性 也揭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 其实 白路和陆虎的相识并非偶然 白路出道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陆虎的MV 这也成为了他们友情的起点 八年来 他们各自在娱乐圈中奋斗 但始终保持着联系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次陆虎结婚 白路能够作为伴娘出席 无疑是对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 在婚礼上 白路不仅见证了陆虎和陈兆旭的幸福时刻 还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好友的祝福 她双眼含泪 不是因为悲伤 而是因为感动和幸福 这一幕也让网友们感受到了白路的真诚和感性 纷纷留言表示被她的泪水所打动 除了对白路和陆虎友情的羡慕外 网友们还好奇他们是如何在娱乐圈中保持联系的 毕竟 一个是歌手 一个是演员 看似没有太多的交集 然而正是这份对友情的珍惜和坚持 让他们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相聚 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回顾白路和陆虎的经历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陆虎作为歌手 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而白路作为演员 也用自己的演技和魅力征服了观众 他们的成功 不仅是对自己才华的肯定 也是对友情力量的最好诠释 作为娱乐圈中的一份子 我深知在这个圈子中 能够拥有一份真挚的友情是多么的不易 因此 当我看到白路在陆虎的婚礼上感性落泪时 我也被他们的友情所深深打动 这份友情 不仅让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扶持 也在事业上相互鼓励 成为了彼此最坚强的后盾 当然 除了对白路和陆虎友情的羡慕外 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要珍惜身边的友情 用心去经营和维护 因为 友情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它能够让我们在孤独时找到依靠 在困难时得到帮助 在成功时分享喜悦 白路出席陆虎婚礼并感性落泪的事件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友情的力量和珍贵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白路和陆虎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而我们 也将继续关注他们的动态 期待他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同时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的友情 用心去经营和维护这份宝贵的财富 感谢观看